牛肉麵店男子从座位区走出来 收上端的是这里的招牌 牛肉燥饭 但他突然走进店家的工作区 没问过店员 自己再补上一勺牛肉燥 店家看到这举动傻眼了 说这一碗牛肉燥饭 他们卖25元铜板价 怎么会有客人觉得肉燥不够多 自己还跑进来加料 监视器画面忘回掉 当时店员端着两碗牛肉燥饭 走进店内 仔细看白饭上加的牛肉燥 似乎也不少 店家说外面的肉燥饭一碗都要四五十元 他们考量这里有很多的学生跟老人家 加上自己也想做出特色 才会卖25元 薄利多销 但客人如果都像这样 问都不问 直接冲进工作区捞肉燥 实在很不尊重人 也会有餐饮卫生疑虑 真的蛮高的 今天要280元 有25块而已 但是没有赚的 我们只要让客人知道有这种东西 让我们要推广一下 店家说当下就告知客人不能走进工作区 但他没有反应 感叹小本生意实在难为 TVBS新闻 吴建宏 袁林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